你去酿酿去去酿酿 你把那个酿酿酿 小弟弟童言童语斥责姐姐 因为姐姐的一时疏忽 不小心把家里刚出生的小baby 繁锁在车内 可以看到可爱的小baby 安稳地躺在车子里面睡觉 抬动一堆夫妻开车 带着小朋友到复缸玩 中午用餐时 由于小婴儿一直哭 爸妈决定先让他回车上睡觉 并且一家人轮流上车照顾他 没想到换到大女儿时 他因为一时尿急下车上厕所 关上门之后 车子却自动上锁 父母亲得知消息后 立刻通报消防员 以及锁匠前来救援 锁匠到厂后 拿出工具一个一个试 终于到最后 成功把车门打开 救护人员也立刻替小婴儿 量体温检查是否有受伤 熟悉当时车子里面 还有开着冷气 才让小baby平安无事 车门打开后 姐姐也赶紧冲去 抱起她 并且自责地说 都是姐姐的错 一家人和乐融融抱在一起 画面好温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